完了,深圳的房地产市场堪比终结者的末日景象,让人目瞪口呆。 这座曾经蓬勃发展的城市,现在却一片死寂。 原本应该热烈拍卖的土地,此刻只剩下落幕的流牌。 像丧中一般的流牌率高达66.7%,预示着这里曾经猖獗的房地产繁荣已然落幕。 深圳这座华南地区的明珠,如今却失去了光泽。 高达六成以上的土地流牌,让人感觉这里仿佛一被遗弃,只剩下空荡荡的地块与坍塌的楼房。 曾几何时,深圳的房价直至天际,让全国的目光位置一亮。 人们拼命涌入,都想废一杯羹。 谁能想到,昔日的繁华已在一席间化为乌有。 如今,深圳的楼市不卖,和全国其他城市不同,这里的土地需求干涸得最为彻底。 曾经的高地价和狂飙楼价,让投资客纷纷卷托杆而去。 如今,空旷的土地在无人问津,预示着这里楼市的黄昏,已至。 深圳不再是华南地区的希望之星,只剩下无尽的失望与荒凉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在野说,在这里您可以了解到真实的中国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帮忙点赞订阅,开启小铃铛,方便的话,请订阅我们的会员频道。 您的支持,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。 感谢您。 作为中国内地楼市风向标的深圳,在8月2日上演了一幕令人瞠目结舌的场景, 让旁观者们不禁平住呼吸,目睹着这处戏剧般的景象。 当天,三宗地块竞拍,却只有一块成功售出,而另外两块则无人问津,最终以流拍稿中。 这样的流拍率高达惊人的66.7%。 这样的景景实在是罕见,尤其是考虑到,即便是在2021年全国土地拍卖流拍率达到高峰的第二轮和第三轮中, 像北京、长沙、杭州等城市的流拍率也只超过了50%, 而沈阳、长春等城市的流拍率也只超过了70%。 而深圳在过去一直以来,流拍率都能保持在10%以内。 然而,现在的情况却完全不同,深圳的流拍率竟然超过了60%。 这个数字让人们不禁感到震惊和心痛。 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据,而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, 暗示着楼市的不稳定和市场的疲软。 这样的情况引发了人们对于楼市的担忧和焦虑。 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, 而深圳作为楼市的风向标,其动向更是备受关注。 这次的流拍率高达66.7%的事件,无疑给人们敲响了警钟。 这个消息传开后,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。 人们开始纷纷讨论楼市的未来走势, 担心这次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, 预示着更加严峻的楼市调整即将到来。 为什么开发商都不敢拿地了呢? 深圳新房与二手房都卖不动,房价都在下降。 这是一个令人唏嘘的现实。 深圳曾经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明星城市, 如今却陷入了困境。 过去两年,深圳新房的成交量一直在低位徘徊, 丝毫没有回暖的迹象。 而最近的数据显示, 7月份新房网签了仅仅3156套。 虽然与上个月相比有所增长, 但这主要是因为保安区的成交量大幅增长。 其他11个区域的成交量都在下跌, 市场陷入了停滞的状态。 然而,即使是这样的增长, 从深圳的历史纵向来看, 仍然是底部。 在平稳时期, 深圳每个月的新房成交量都能达到5000套左右, 而在巅峰时期, 一个月甚至曾经卖出过8365套。 如今, 这个数字已经成为了遥不可及的梦想。 这一切的背后是深圳房地产市场的寒冬。 开发商们不敢拿地, 是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市场的寒意。 供大于求的局面导致了房价的持续下降, 买房者们纷纷观望, 不敢轻易如是。 这种恶性循环使得整个市场陷入了停滞, 无法摆脱困境。 深圳的困境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问题, 它也反映了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悲惨现状。 2023年上半年, 中国的土地财政模式彻底爆发出危机。 在过去十年间, 土地财政一直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裁员, 依靠土地出让收入, 地方政府支撑了大量投资和支出。 但是, 随着房地产市场在区库存压力下陷入冰封, 土地需求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。 土地成交面积和金额的暴跌, 直接导致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断崖式下滑。 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土地财政危机, 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。 观察上半年中国的土地市场数据, 不难发现中国土地财政正处于史无前例的困境。 土地供应面积同比下跌37%, 较去年下半年直线下滑了64%, 创下历史新低。 与此同时, 成交面积也出现了同步的37%暴跌。 这意味着土地交易进入了激进瘫痪的状态。 更令人担忧的是, 上半年土地成交金额仅为9027亿元, 同比下跌31%, 环比下跌超过60%。 这一数字不仅创下历史新低, 更回落到了10年前2015年上半年的低谷。 面对如此严峻的危机, 中国各地政府已难以为继。 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支付教师工资, 医疗补贴的重要来源。 随着土地收入暴跌, 许多地方已经难以保证正常的民生支出, 被迫通过举债来支撑财政。 这无异于在地方政府信用的基础上点燃一把火。 一旦地方政府群体性违约, 必将引发全国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。 究其根本, 当前土地财政危机的最深层原因, 在于土地财政体制的深层矛盾。 改革开放以来, 中国土地制度可以说是进化缓慢, 变化有限。 土地仍然国有化, 政府依靠垄断土地初级市场, 通过收取土地出让金, 并向抽取土地财政收入。 这导致了土地财政收入与房地产市场高度同步。 当房地产市场遭遇寒冬, 土地财政便难逃厄运。 尽管中央政府多次试图抑制房价泡沫, 但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现实难以改变。 在利益驱动下, 抑制房价的政策往往流于形势, 这导致中国房价只升不降, 最终必然迎来痛苦去库存。 而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, 也将在这场区库存中付出惨痛代价。 可以说, 中国当前的土地财政危机源于体制。 如果不解决土地国有制与财政体制的根本矛盾, 土地财政危机将难以收藏, 也将反复发走。 中国已经陷入一个无尽的悲剧循环, 销手段的疲软, 将土地市场紧紧束缚, 将地方财政推向绝境, 将楼市中的千千万万人困在泥潭之中。 土地市场的问题, 无论如何人为的调整, 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。 开发商的房子无法售出, 他们看不到回款的希望, 看不到市场的活力, 看不到利润的曙光, 又怎么会积极地去争取土地。 土地交易量持续下滑, 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也在不断减少, 房价也在一路下跌, 房东们只能心痛地选择抛售。 而购房者们, 他们看不到土地市场的复苏, 看不到市场行情的回暖, 看不到交易活跃度的提升, 更看不到房价的回升, 又怎么能对未来抱有上涨的期待。 没有上涨的预期, 又怎么会积极地踏入市场, 勇敢地购买。 销售端一旦无法振兴, 土地市场就注定无法复苏, 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。 土地出让收入持续下滑, 太多城市的财政负担变得难以承受。 贫困的局面无法逆转, 绝望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角落。 所有悲惨问题的根源在于, 中国是一个颠倒的罗沙国。 在这个国家, 人们的苦难和痛楚被无情地压制, 他们的声音被无情地扼杀。 在这个颠倒的世界里, 正义被践踏, 善良被践踏, 而邪恶却猖绝横行。 无辜的人们, 被迫背负着沉重的命运, 他们的生活被剥夺, 他们的希望被摧毁。 贫困和不公平在这个国家中蔓延, 像一只无情的怪兽, 吞噬着人们的尊严和希望。 这个颠倒的罗沙国充斥着腐败和黑暗。 贪婪的官员们肆意妄为, 他们把权力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, 无视人民的疾苦和呼声。 他们的贪婪和无耻, 让人民陷入了绝望的深渊, 他们的生活被腐败的触手所笼罩。 在这个颠倒的世界里, 人们的悲惨命运无处可逃。